寫字第一個就是要觀察到外形 外形就是方扁長 道三角 正三角 方形 自己找一個你自己記得住的形狀來形容它 然後想辦法寫成那個形狀 那你的外形就會像 歸 歸也是現在的字形 在唐朝不會有人這麼寫 因為這樣太麻煩了 唐朝有簡寫的方式 大家都是寫那個簡寫 很少人會寫這個 語畫這麼多 排起來也不好排 看起來 所以唐朝有自己的簡審方式 細的折 往內縮 歸 一個筆畫超多 一個筆畫超少的 歸一 要碰在一塊 巴本來應該扁的喔 不過它為了維持一個比較方的形態 把它拉得比較垂直 然後再掃出去 沒有寫得很扁 所以這看起來還是比較方正 所以這看起來還是比較方正 1 點 起筆 扭轉一下 好 一樣是上寬 折 上寬 下折 稍微往外頂出去 這真的很長喔 這就是所謂的 竹筆畫 竹筆畫 真的非常長 左邊的竹筆畫 左邊的竹筆畫 彎 彎 點 擠上去 然後右邊就突然變輕了 點真的是好重 長 來 後面還有一個點喔 點 提 停的蠻斜的 所以才會有那個腳突出來 很多筆畫都是停住的時候所造成那個角度的轉換 扭轉一下 上去 扭轉一下 上去 你看看我講得很大喔 其實那個動作很微細喔 挺緊 外出來一點 這比較明顯喔 這次歪的弧度比較明顯 外出去 提上去 提上去 往上提 往上提 往內縮 這個一定要吸體準備 摺摺 不要記得 它有方向上的轉換喔 可能手腕上會有一點點差別喔 可能手腕上會有一點點差別喔 這也是很多寫法 這個是 這個寫法就跟 救生功不一樣喔 寫法真的好多喔 沒什麼對錯 只要古代出現的都對 只要你說得出來我是學誰的 確實有出現的方式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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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